一些飾品都是到那边去买的 我常常在节目中用的法库啊 比如说像这个都是批发片 然后这个是还没用过 比如说外面是卖到1365块 那我在那边就是对折 就是650 负币 对对对 所以就是像这个法式 就是这样的价钱 所以像我都会去那边补货 然后去看那个最新的东西 像这个都好像才 就是100多块台并的法库 这个很可爱哦 嗯 因为接下来的头发 就是要流行这种都往后 像心眉姐那样都往后 那你可以用自己的辫子 绑出那个法流 那或者是买像我这种 有这样子 叉子的 叉子的 那一下就会有那个抓痕 那如果都比如说像那个 那个立文的头发比较短的人 那你就可以带这个上去 然后因为头发 哦 这是什么 它是夹子 然后就是 但是你因为你的头发太少了 对 你就把它卷卷卷 然后就制造法流出来 把它夹上去 所以那个才100块 对对 100多块 大概650日币这样 也是在这样的店找到 对对对对 然后它都会有很新的东西 很有创意 比如说像立文啊 它头发很少 就很难做出那个法流 对不对 它就先带着 然后就可以把它这样 然后转转转 现在再弄 对 因为就是把前面的头发 弄了好美 而且我现在再弄 好爱喔 好好玩喔 真的很可爱 好可爱喔 重点是这样子就不会掉下来的 用假的还会掉下来的 因为它没有爱心 对 它就有小发的 但是不会呆呆的 这边有多买吗 对 就很可爱 好看喔 好看喔 真的假的 对对 对 因为我每次直接用那个上去 整个都不行 对 整个人的头发太薄了 上面比较少的人就不会刷不出这个感觉 就变得会有一个高度 一点点高度 然后它就是可以这样 因为日本人啊 很会自己弄自己的头发 对啊 很难的 对啊 他们弄自己的头发好 对啊 所以下去那个地方 就可以找到这种比较新的东西 那我觉得去那种地方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你现在要看杂志